山莊怎么会跟鬼屋差不多呢 但你来看到就是有山友上午出面指控 痛批政府提供的玉山派云山庄 还有大坝尖山九九山庄 里头设备简陋环境很差就算了 甚至呢屋子里头还有佛像啦 甚至有福咒 看起来真的跟鬼屋没两样 超级昏暗的走廊 就算是大白天也让人不寒而栗 走到屋内也是暗迷蒙 食物更是堆满床上 逼为这里是什么荒废的民宿 这些可都是台湾提供给登山客过夜的山屋 你会放一些河巷啦 像说有这里有灵气啦 我如果听到山上就觉得奇怪 应该在山上又冷了 你就感觉奇怪去鬼屋 去鬼屋域了 如果我们是飞山是习惯 我们人不买就感觉逛鬼屋了 住山屋就像住进了鬼屋 还回台湾有百大明月 夜市先进的国家 没想到政府提供给山友的山屋设备 竟然是落后国家水平 你看一百多个人要煮饭的时候 那空间大概只有两瓶大 要煮给那么多人吃 环境卫生又差 然后空间又狭小 所以很多外国人到现场一看 掉头就走了 玉山排云山庄 还有大坝尖山 九九山庄 都是山友点名首要改善的住民山庄 还拿出邻近国家 日本的山庄做对照 日本山庄光线明亮又舒适 登山超有度假feel 不像台湾登山就像逛鬼屋 中文学离世间离家宇台北 采访报道